廟會充電炮狂炸 鞭炮聲轟轟轟 震耳欲聾 而且煙霧弥漫 附近住家大樓都被濃烟笼罩 正当绕境活动热闹放炮时 警方跟消防队都来了 要求廟会人员停止手上动作 事后廟会人员将影片po网 抱怨警察来说有人在检举 不给放炮吵到他们 问题才八点就不能放鞭炮吗 没想到这一套拍 反而引来网友怒火 被怒呛是要吵死谁 放两三个就算了是要放多久 上班好不容易休息 就是有人要放鞭炮 其他人则不满空气那么糟 还在住宅区是要炸房子吗 也有人反问放鞭炮才无波比吗 为顾及民众及用路人安全 随即配合消防局 共同前轮 劝导改善 后闻网友被酸讨牌变讨炮 回到影片中的地点 庙会活动持续进行 是小港公庙的绕经回轮 沿路鞭炮声不断噼里啪啦 大人小孩都被吓得捂住耳朵 小朋友很早就睡觉了 然后放鞭炮声一放就放十几分钟 而且真的是 现在的炮真的是越来越大声 而且那种真的是越来越夸张 长辈觉得没关系 但家长小朋友都觉得很母汤 毕竟长时间大量轰炸 就算在法定时间内 还是打扰居民生活 也难怪网友骂声不断 原po讨牌不成犯被呛 记者蔡忠讯高雄报导